999那些好多事情 我们不让说 我们不让说任何关于节目的事情 说了会被律师喊警告 不过但是 有一个很想说 住台的 就是说呢 挣扎了很多次 没有任何的选择权利 确实是没有任何的选择权利 拒绝过没有用 是这样这个但是这个事情吧 虽然他们说不能说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下 就是别的 其他的细节我就不说了 就是 那个舞台首先第一是我有问题 就是确实 因为没有人教是自己练 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咱一直以来都是唱歌不错 我就觉得 那我应该在舞上下一点功夫 然后我就特别努力的练了舞 贼努力 然后 然后就哎 舞搞的还行 然后那一天呢 然后当发现呢 是原唱在这的时候呢 我整个就是一心态大崩溃 就哇哦 然后然后就想呢 算了吧 就就在就在吧 人生还有第二次 哪还有这样第二次的机会呢 然后我就觉得行 就第二吧 然后 然后这 然后呢 抱着这样的心态 最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咱们 我们当时 录了蛮久的 然后我大概是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 其他人到中间就已经上了 然后我是到最后 我在倒数第二个上的 大概是三十个小时没有睡觉 然后十二个小时空腹 滴水未进 到最后上台之前 给我喝了两口水 我都 就是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走上去的 那个高跟鞋 高跟鞋大概有这么高 就嗯 还蛮挑战人类极限的一个节目 就已经不记得了 说实话不记得了 然后 然后 然后我不知道带有没有追到 我没有带耳法 我整个耳法是挂在这边的 但是确实是 就是吸取教训了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舞不好 就是确实我觉得我舞不好 然后因为是自己练 然后我就觉得 我应该抓紧时间练我的舞 然后我就一直在练舞 因为之前练了很多次也没有 就是歌好像一直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因为节目组也省了蛮多遍的 就还我真的第一次发现原来 我在清理的时候发现就是 呃三天不怎么睡觉是不会死的 后来我发现就是人连续熬三十个小时 嗯 还是能唱歌的 而且这是空腹十二个小时不喝水 好像也是可以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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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